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0号宣布新增27例武汉肺炎确诊个案 其中24例来自境外移入 3例本土个案 境外移入感染对象为15女久男 年龄介于10多岁到80多岁 曾前往美国 法国 日本与土耳其等国家 当中8人有多国旅游史 今天增加27案 那这27案里面有大概有8位 所以我们在机场直接就有拦截的是8位 那有4位是居家检疫的个案 那有5位是居家隔离的个案 像刚才讲到说有一些关联性的 那自行就医的有9位 那另外有一位他回来对自主健康管理 那也做得很彻底 指挥中心进一步指出 武汉肺炎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全球确诊病例数近期快速增加 为了降低国际旅游感染风险 全球旅游疫情甚至第三级警告 呼吁国人非必要补要出国游玩 副指挥官陈仲彦表示 由于机场端已采取旅客分流 及加派防疫专策数量 让边际检疫速度更顺畅 这个我们实际的返国的人数都已经在递减的状况 那在今天的部分到截至中午12点以前 那路径的旅客我们也已经采减了169位 所以都会陆续 那今天的高峰时段 实际路径的旅客比相对于昨天 又减少了大概300多位 另外从21号零点开始 指挥中心加配送国内五处机场口罩 在特约商店进行贩售 提供路径旅客使用 且购买记录都会登陆在实名制系统 维持一人七天三片机制 今天和昨天已经陆续配发到各个机场 那由于还是搭配我们的实名制 所以它有一些资讯系统的串接 所以我们会结合移民署的系统和健保署的系统 根据统计 目前国内累计135例确诊个案 分别为102例境外移入 及33例本土个案 20号有移力确诊死亡个案 28人解除隔离 由于境外移入个案数增多 指挥中心表示会再强化边境检疫措施 原事新闻 虎树物流台北市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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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大师 治愿者需要规划